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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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小看世间 多少故事事过境迁 忘不掉是你的眉眼 痴人万箭 多少故人还能相见 心底仍有温暖蔓延 切到人世别离继续飘泊 寻寻又迷你 何年何月难遇见你 正日心事难受 随风漂流 饮一壶啄酒 独听一夜相思的愁 只想看你 红颜笑 是非命令从此了 千生悠悠 我等你回头 远处清风明月 少去了誓言 两尘美景 不比你容颜 那尘美景 不比你容颜 你是不是收了别人钱 来打探国舅府的情况啊 没有 你这小丫头还挺好面啊 就算是你收了别人钱 也没关系 这样吧 他们给你多少钱 我加倍给你 我还可以给你拿身新衣服 再拿些吃的作为交换 那你告诉我 是谁让你来的好不好 都说了 没有 我去给你拿些吃的喝的 你待这儿别乱跑啊 蠢货 这段时间 又有人跟踪 又有人刺杀 却都不是西语阁的人 而我 又刚收到新的任务 这些事情太奇怪了 好 云露 姐姐 你既然在这儿 你怎么回事 没人伤姑娘 你们两个认识吗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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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突然找到这里了 嗯 本来我还要好几个月才出任务的 结果最近阁里死了好几个人 阁主就让我提前出来出任务了 你还小呢 能做什么任务 不要小看我 我已经十九岁了 而且 现在阁里剩下的那几个都是废物 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 那你进了什么任务 嗯 嗯 看什么呢 爷 云霜姑娘的妹妹来了 啊 在里边呢 云霜的妹妹 啊 那不也是细语阁的杀手 啊 他说他要杀了你 啊 啊 啊 不过爷 您别害怕 他那么小一只啊 我一只手就捏死他了 啊 啊 你接了 这个任务 我 你接了 听说这回任务 比上次那个难度高了不少 我正好试试手 看看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挑战 小小年纪 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 你我自幼在西宇阁长大 为了活命 必须日日训练 成为顶尖的杀手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云罗 姐姐已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 你就不用再走这条老路了 姐姐 是不希望我做杀手吗 你我自幼颠沛流离 受的苦已经够多了 现在你既然已经出来 姐姐一定会想办法 护你出去 你不喜欢我杀人 我可以不杀 但我已经吃下了恶念 要不等我先做完这个任务 没关系 我来想办法 你怎么做 一个似乎 他 你看你 也要不想办法 我先杀了她 一会儿别多说话 当好一个妹妹就行 云生 你这是一大早就去宫里了 你用过饭了吗 还没呢 这不是等你一块儿呢吗 这就是你妹妹 怎么称呼啊 云罗 云罗 这是国舅爷 听吴子齐说 她是在门口捡到你的 你是她哪儿来的 乡下来的 寻姐姐 那既然是云商的妹妹 骗也是我的妹妹了 云罗 你就安心地在府里住下 吴子齐 让冯管家 给云罗安排个住宠 是的 你一会儿想吃什么呀 都行 原来云商接的 是顾平章的任务 可是爷 云罗接了杀您的任务 要怎么处理啊 云罗接了杀您的任务 云商很紧张她这个妹妹 只要她不出手杀我 你就别老揪着别人不放 还是对人好一点 好 既然爷都这么说了 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反正啊 就她那小山板 估计也就三脚猫的功夫 也别太小瞧别人 戏与阁的杀手 哪个是好对付的 好 那我找时间去探探虚实 那我找时间去探探虚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的Normal crazily 也许出队 还珍然 大人 刚确认 转身入魂的眼睛 怎能说得清 冬水不消那残酒 鬼梦绕七楼 相思只在兜口烧头 动力把酒黄昏后 幽暗相依旧 踩下眉头忧伤心头 风中沉香花已尽 欲泪险流 此情无忌 怎消愁 流影遵旧已稀露 望月刺脸沟 踩下眉头忧伤心头 战虫绕起魂一段 空有梦相守 去年今日别君愁 去年今日别君愁 小学生 5年 也处理 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